上個星期主要談的是醫院資訊系統 還有遠距醫療的一些基本概念 這個禮拜開始談網路 還有HEP、HM、Mail 就Web的這些核心的基礎的重要的部分 剛才我們介紹了一下 網路一些很重要的基本的概念 像網路怎麼看網路 有核心、邊緣 還有一些怎麼樣接取 然後在邊緣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主從事 然後Peer-to-Peer Peer-to-Peer我們中文大概有兩種翻譯 一種叫點對點 這比較直接 點對點模式或點對點網路 另外一種叫同儕 同儕的 就是我們同學可以說同儕 同儕網路 一個人字旁在一個旗 同儕網路 那 Peer-to-Peer Peer-to-Peer Network 這是中文翻譯的 那 在網路核心我都很複雜了 核心裡面很多 像有這個 一堆的Router 很多很多的電腦 Router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說 Special Purpose 有特別任務的電腦 可以用 但基本模式一種是Circuit Switching 一種是Packet Switching 兩種格式 除了Circuit Switching之外 就是Packet Switching 再寫一下好了 一種叫Circuit Switching 另外一種叫Packet Switching Packet Packet 中文翻譯成風暴 分成這個一個一個風暴 來處理 那 大概有這兩種基本的模式 在網路核心 那我說Protocol很重要 Protocol裡面有那麼多的 因為太複雜了 那麼多的層次 那麼多層次裡面 在Internet上面來看的話呢 那就是分成這幾層 那我剛才最後結束的時候 講到很重要的幾個名詞 Protocol Data Unit 每一個Protocol呢 它跟它對應的那個層次 它們所認識的那個Data 你這邊有HTEP的Client 一個瀏覽器 在另外一端呢 一定有HTEP的Server HTEP的伺服器 那它們都能夠認識的 就是HTEP的Message 就是一個是Request Message 一個是Response Message 一個是要求的Message 一個是回應的Message 所以在應用程式 都叫做Message 像如果FTP呢 也是一個FTP的Message E-mail 傳到Mail 由電子郵件 也是Mail的Message 所以在應用程式 那個最基本的資料格是叫Message 但是你這個HTEP的Message 在你自己那台電腦 跑到它的TCP的Transport Layer裡面 它處理過的時候呢 它已經變成 同樣Message還在那邊 它又加頭又加尾 頭尾又加 加了一些不同的格式進去 讓對方的TCP 那個作業系統裡面的TCP 能夠看得懂 因為你在這個TCP上面 不只一個application 有可能很多的application 我們在一台電腦上面 我又在玩電動 又在玩Email 又在玩Facebook 等一堆的東西 你在這台電腦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應用 所以它有加頭加尾 讓它自己能夠辨認 在這台電腦上辨認是哪一個應用 這個要跟Web伺服器去 那台要送給誰去 這個訊息要送給誰去 所以到TCP的時候 那個單位的Protocol Data Unit 就叫做一個segment Transport Layer的基本單位的定義叫segment 那Network的Protocol Data Unit叫做Data Grant 在Link Layer的呢叫做Frame 那這幾個在資工系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不然的話你以後 你這個 這個怎麼講 你如果這幾個最基本的東西搞不清楚 以後別人一眼就看破你的手腳了 就是你的網路是白修的 那如果不是資工系的同學的話 你這個知道一下也好了 你就可以看破那些 在那些Sales要問你的時候 你就隨便考他一個 這個什麼Lail的 這個叫做什麼 那他不會答 你這網路不是被Data 就是考不清楚 那這個 為什麼要把這個搞清楚 因為觀念都一樣的 不管在哪一個Lail裡面 他觀念其實很多都做 他們有時候是做類似的事情 他觀念有很多 雖然事情有分開來 但是他們有些 有些那個 有些事情的本質 是很類似的 那類似的時候 那 那如果你把這個基本名詞搞清楚的話 那你學一個Lail搞通了 那另外一個Lail就比較容易學了 可以這樣講 那這個是Data Encapsulation 就是我Data要把它做 做一層一層的這個 加乘加乘的這個概念 那我們網路基本概念就介紹到這裡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Web 那Web上面基本上就兩個最大 最重要的東西 一個叫HCP 一個叫HTML 那Tim Bernalier 就在1990年代最初初期 那Web出來的時候 那在Web出來之前 大概1970年代 Internet就有了 Internet只有TCP TCP UDP Email的話在1980年代就很普遍了 1980年代在美國 Email就滿... 開會的時候也不會發 開會通知 就是用Email 那但是Web呢 大概1990年代才出來 那出來的時候呢 它就... 但是我們現在網路上 Traffic大部分都是Web traffic 所以Web你要有一個 很重要的概念 不管是開發等等 有很多好 那它最核心的 就是兩樣東西 HTML 那Tim Bernalier呢 它... Y20這個我下次再看了 2.0的這個東西了 那... 那Tim Bernalier呢 它... 當時是... 這兩張投影片 我們後面會看 其實下禮拜會看 所以我就把它跳過去了 Y2.0的... 包含的Web 還比較複雜一點了 那所以我們從最簡單的開始看 那Tim Bernalier在... 它最早的時候 它現在已被英國封成爵士了 那它現在在... 它是在... 美國在MIT WYYY Consortium W3C的那個... 它來負責的 那它那個時候在 歐洲高等物理的這個... 實驗室裡面 等於是做他們的那個... 資訊室主任 就幫他們... 服務那些科學家 物理學家 那物理學家他們... 呃... 常常會... 會這個... 呃... 怎麼講... 不喜歡用電腦 電腦是一種邪惡的東西 那... 很多人都覺得現在遊戲是個邪惡的東西 很多老師也會這樣覺得 或是這個... 網路是邪... Facebook是個邪惡的東西 很多人都這樣... 從一開始都會這樣覺得 那... 那... 那他覺得要去學那個... FTP這種事情很麻煩 FTP就是把檔案... 那他們做很多研究... 做了很多研究... 我在瑞士... 你在法國... 我在德國... 大家在德國... 那...要傳說... 要把研究成果FTP傳過去... 然後他要拿一個軟體... 把它打開來看... 看文字... 然後還要看那個... 圖形... 很囉嗦... 很麻煩... 那些物理學家... 他們要專門的來... 做他們的實驗... 要看那些東西很多說... 所以Timberley就說... 那我就幫你們每個地方... 架一個Web伺服器... 給你們每個人一個瀏覽器... 那你們有什麼東西呢... 就把它放到Web伺服器上面... 然後在各個不同的地方的人呢... 就看你們研究成果... 就直接從... 就HML... 把你們研究成果直接在上面... 能夠看到... 那... 那些物理學家... 不錯... 我只要打一個網址... 我就可以看到那邊... 那邊法國的成果... 我打一個網址可以看到這個成果... 那我自己的東西呢... 把他這個... 找個助理... 好像一切沒有弄一弄... 然後就... 別人也都可以看到我的成果... 對... 人家覺得非常好... 所以那些物理學家... 一下子就... 那後來發覺... 不只是物理學家喜歡這種模式... 很多公司的老闆... 以前不用電腦的... 咦... 這很好啊... 我這個公司做廣告... 這... 趕快雇一個人做個網頁... 所以很快很快的就被... 大量的使用了... 所以Web的興起...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 但是注意到... 那個時候呢... 是只有靜態的飼料... 只有... 最早HEP... 我們現在... 今天談的主要還是靜態的... 主要是靜態的資料... 是可以透過Web來傳... 透過HEP、HML來傳... 就... 我...我這一台... 我們... 瀏覽器跟伺服之間... 透過HEP、Protocol... 那我資料的格式呢... 是HML... 呈現的時候是HML... 那... 那可是沒想到... 在... 當這些科學家跟這個老闆們... 用... 用完了... 會用了這些... 會知道這個模式之後... 很短的時間啦... 大概一兩年啦... 大家發覺... 不夠啦... 因為... 其他... 過去所有東西都要寫單機的... 要... 網路程式要寫Socket很麻煩啦... 大家發覺... 如果能夠透過這種模式... 在瀏覽器上面... 能夠Run應用... 像現在看到的... Facebook... 或是這個... 你要去... 你要去買書... Amazon... 你要到國客來... 或是要幹什麼... 都在... 那... 我如果能夠把我... 平常那些應用的那些介面... 通通把它... 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瀏覽器裡面做的話... 打個網址就可以做到的話... 那不是很好嗎... 沒錯是很好... 可是這個時候... 沒有一兩年... HGP就發覺... 它不行了... 就是... 它原來設計... 只是讓那些科學家... 能夠滿意而已... 那後來發覺... 我們要做應用的話... 要改變... 所以HGP... 它就從1.0... 就跳到1.1... 稍微改變一點... 那時候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瀏覽器公司... 很有名的... 叫Nescape... 我上個禮拜六... 去看了一場電影... 就是... 就是... 就是看這個公司... Nescape... Nescape一進到... 就Bifox... 可以這樣講... Nescape當然不能這樣進... Nescape的公司已經倒了... 但是它把它的... 它把它的那個... 程式嘛... 把它開放了... 開... 就是... 就是現在的這個... Bifox... 它本來是一個公司... 現在是Bifox... 很多人是自由軟體... Chrome的話... 是一家公司在做... Google... 那IE... 那是一家公司... 是微軟在做的... 那Bifox... 是開放式軟體... 開原子... 就是說... 很多人... 很多人在那邊... 一起寫的一個... 那它原來是... Nescape的那個... 那... 有一個... 其實那個電影... 現在在網路上... 可以看... 大家可以去看看... 他們那個過程... 其實有很多故事... 我剛才很簡短講的... Tim Bernard Lee... 他的那個過程... 他是要變成... 大富翁... 還是要把這個... HV Protocol... 變成一個開放式的... 這個... 有好幾本書... 我應該是有寫在... 那個... 參考... 對... 沒有寫在... 這門課程裡面... 大家可以在... 那Web基本原理的那個課程裡面... 我是把它寫在... 參考書裡面... 很多... 就小說一樣... 是驚心動魄... 某些強調很驚心動魄的... 就是這個... 就是很大... 有人給它威脅... 利誘啊... 這個... 等等... 那Web才會變成現在的樣子... 有很多故事在裡面的... 其實很有趣... 那我們上課談技術... 故事就少談一些了... 那Buybox這個... 也是啊... Nescape把它變成... 變成這個... 開放式的... 經過很多的... 那Nescape... 為什麼要提到它呢... 因為我剛才講的... 原來的那個Web... 它... 它只是做靜態的網頁傳輸... 那Nescape那個瀏覽器... 它那個公司... 就不行... 說這個... 它就加... 幫這個... Web... 它加了幾個... 武器加進去... 哪幾個... 這個... 你在這裡... 應該是最... 最... 最熟悉啦... 加了哪幾個武器... Nescape幫... 幫這個瀏覽器... 蛤... Cookie... 對... 加了Cookie很重要... Cookie等一下我們會談... Cookie還有呢... CookieParsity... 對... Cookie還有呢... 還有呢... Web上面用的現在最多的語言是什麼... JavaScript... 對不對... 所以JavaScript也是這個公司... 發展出來的... 所以JavaScript... 它雖然已經死了啦... 它這個公司已經完全... 它被AOL... 買走... 後來這個... 它被IE打得很慘... 一開始它是獨霸的... 如果15年年... 它是獨霸這個瀏覽器市場的... 那... 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 沒有它... 我們現在用電子商務就玩不成了... 是什麼... SSL... 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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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密解密... 所以... Cookie... JavaScript... 還有SSL... 這三樣東西... 如果以後再修我的課的話... 我還會考大家的... 因為這個... 都會常常用... 但是... 照過程來講... 是它... 是這個公司... 但這三樣東西... 現在都有標準... 現在都是有... Cookie的標準... 在HEP裡面有它的標準... 是在做JavaScript... SSL... 也有標準... 在網路上都標準... 但它那時候就... 先做出來... 那做出來以後... 讓... Web上面... 可以有... 程式的運行... 可以有... 可以有這個... 就是... 我們可以做... 如果以前是不行的... 要配合... 為什麼要有這三個以後... 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談... 比較詳細的... 談到技術的時候再談... 那... 但不管怎麼樣... 這是簡單的一個... 一個... 顧視流程... 就是Web從... 一開始到... 它變成一個... 所有應用的一個平台... 大概就花了... 四五年的功夫了... 就是這樣... 然後各個... 各個... 大的公司都... 都往這上面跑... 那... 搜尋什麼... 搜Google啊... 什麼都... 都是在這... 後面才出來的... 那...